各位专家老师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 想一想各位老师请教 近来美军接连部署侦察机 轻接着宣布F35能够投入使用 请问美军在咱们周边 如此频繁地调动战机 其无路里究竟慢的是什么样呢 感谢各位老师作答 好 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请房冰老师 来到大屏幕前 为我们做战资的解读 这个观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专业的 先是侦察机轰炸机接连部署 然后就宣布F35能作战了 美军在咱们周边 这么频繁地调拍战机 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是体系的药 因为刚才咱们说在南海 我们去南海战斗巡航 大家知道我们是轰炸机 战斗机 加油机 预警机 侦察机 一起去了 我们去的是一个空战体系 现在看人家在我们家门口 也摆开了一个空战体系 而且是新一代战机的空战体系 大家可以看 首先全球鹰 全球鹰部署在距离我们东海前方 应该说最近的 它的冲绳的加手纳基地 那么这样 全球鹰部署在加手纳基地 它本身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航石 和巨大的一个航程 老实讲如果部署在更远的地方 它都可以到我们东海沿线 来执行这个侦察任务 现在部署在这么近的一个范围 几乎是起来就可以执行侦察任务 那么它从加手纳基地起飞之后 几乎可以在我们整个 从黄海到东海 一直到南海 大范围的长时间的 执行战斗巡航 基本上就是在家门口上班一样 我从家里出来 我就上班 一直上到没油了 回去马上就可以到家 加完油之后 我可以再出来 所以它的主要使命 就是长时间的对我们 包括东海 包括台海 整个华东 华南沿海的情况 进行长时间的侦察监控 所以它是来偷看的 是来偷窥的 那么再说 它的第二个力量 就是F35A 它的四代战斗机 那么F35这个战斗机 目前这个美国空军说了 美国一月份 明年一月份 要准备向驻日美军进行部署 我想这个部署 无非是两个地点 要么就像全球营一样 部署在冲绳的家属纳基地 要么就部署在日本本土的基地 不管从哪个方向来 大家可以看 从日本本土的一个方向 过来往南走 和从冲绳的一个方向 出来往北去 这完全都是对在 我们东南沿海的正面上 来干嘛 夺取制空权 我们划设防空 这个防空识别区之后 我们的战机 长时间在这儿 执行这样一个巡航的任务 他现在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在你这儿 都是三代战机 都是跟你一代的 我的F15也好 日本的F15沟也好 我对你已经没有代差了 大家知道 美国人觉得 如果没有代沟的话 这日子它是没法过的 所以我一定要把最新的 三代四代战机 尽快的部署到前面来 这样他觉得 对于我们中国空军 现在装备的三代战机来讲 我有一点性能的优势 我可以锁定制空权 锁定制空权 目的何在 我们就要提到 它第三种飞机 那么即将部署到关岛的 这个BOB战略轰炸机 它取代了第一代 比较老的BO2H 进入关岛之后 那么它主要的任务 部署到这儿来 那毫无疑问 它就是个导弹的载机 它就是个空中打击的平台 它可以利用全球鹰 侦查我们前线的这些情况 获取的目标的信息 传输给它 同时又可以利用F35A 在前线夺取的制空权 一旦打起来 F35是负责锁定制空权的 那么在F35的掩护下 它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 这样一个位置上 用它的各种远程精确打击兵器 无论是打击我们的海上的目标 还是打击我们陆上纵身的目标 它如果发射 这个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的话 可以打到我们纵身 一两千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所以这三种飞机 结合起来 有负责来看的 有负责来夺取制空权的 有负责来对你的纵身目标 进行打击的 我们看到 美军新一代战机的 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 它已经要向西太平洋地区 进行前沿部署了 我想这就是它狐狸里 卖的这副体系的药 也就是说 它这种战机的 这种机型的选择 还有这种基地的选择 是经过慎重的 详细的考虑之后 做出来的 没错 它每一种 每一种战机的基地的考虑 都是考虑到战机的性能了 它搭配好了 中国舆论厂 因为游米更精彩